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 我是股市大师兄 陈学庆陈老师 今天台北股市再度的一个震荡的一个做拉回 对于今天的一个拉回 到底在这个地方是该恐慌害怕 还是要懂得见点心情 大师兄还是老婆SG 拉回就是你的机会 今天的一个拉回 大家说不用坚持 你不要以为说 指数涨多了 就不会再上涨 各位要知道 只要是多头的一个架构没有做改变 顺势操作就是多 根本就不用想这么多 你自己去想想看 从过去到现在一路以来 八千多点 哇你一路在那边担心害怕 哇疫情会怎么样 九千多点 一万点 甚至很多人一路的一个放空 一万一 一万二 一万三 一万四 一万五 一路的一个八家公上来 要是后面再继续的一个涨上去 你怎么办 各位要知道 多头只看资争不看压力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 虽然今天的一个指数 因为台积电 台积电因为滑说会 有些人说台积电每次滑说会 股价都会做整理 真的今天台积电就是 就是开地拉回来 但是开地拉回来 他的一个多方的架构也没有改变 而且今天台积电 压抑的指数才棒 你可以看到 马上的一个红海 红家军的集团马上又怎么样 马上又接棒上来 最近你看红家军真的很热 他要开始跨路的一个车点市场 所以相关的一个红家军的集团 也都是今年的一个多方的一个大主轴 甚至包括的一个这样 包括的一个合硕要打入什么 要打入Tesla供应链 当Tesla组装 你看合硕今天马上涨顶板 还有许许多多的一个股票 包括我们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红家军的一个华汉 我们今天带会员朋友 我们老朋友又回来了 我待会我再跟他做分享 为什么我今天 一大早会带会员朋友 锁定好华汉这档股票 那除了华汉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是你非赚不可 绝对不能够再错过的 我可以告诉大家 台北股票市场上真的很多 这个行情你不用担心 你看你每一次的担心 每一次拉回 每一次的机会 你每一次在那边担心 害怕不敢买 结果你每一次都试错试掉 难得大赚的机会 要是后面行情再继续涨上去 你要做 所以这个行情 我跟大家说 你不用预设立场 最重要你要怎么 要做到股票 要做到股票 不然你想想看嘛 多少的一个赚 多少的一个赚户啊 哇你看嘛 从小台子的一个赚户都空比 万点之上 在这个地方万点之上 哇赚户 你看一路的拼命放空 一路拼命放空 结果指数一路的拼命大涨上来 到现在为止 你看竟然到昨天还 还负22.92 还在空 所以你说 赚户现在的信贷 都还是极度的平均 你想这种行情 会去送 为什么这部的行情 跌破这么多专家眼镜 除了大师兄完全掌握到之外 你看有多少的专家 你看告诉你会回 带你去什么 带你去买什么 T帆50 结果怎么样 结果腰转下来 带你去什么 去买什么VRS恐慌指数 真的疫情很恐慌 结果怎么样 结果你的财务是腰斩 再腰斩的一个下来 所以有些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啦 人家在做购物 大家要知道 第一个 先阶段的一个产业的一个 产业的一个主轴 到底在哪边 那除了产业的一个主轴之外 再来先阶段 各股的一个位阶 到底这个位置点 我们可不可以买 还是说要等待拉回再来买 比如说像韩运类股 最近很夯 那很夯买也不是 大涨上来的时候 来到的一个三十几块的时候 你去追高 你可以看到当时候 哇 大家跟你讲运价 什么飙涨 结果你看 来到三字头 第一档你不买 来到三字头你去追高 当然就不对了 这就不对 就不太好 但是拉回来的时候 哇 你也要二十四块 昨天最低 下沙下来 哇 好多人又在那边唱衰 结果今天马上又涨停满 为什么会这样 你看 昨天新闻讯息就出来 因为塞港的问题 塞港问题 公司出来澄清 当然塞港会造成酝酿 因为地缘的一个关系 那地空出来了 今天马上又缓运的一个上涨上来 当然我不是叫你去买它 因为大致中我要带会员朋友买的 一定有更好更棒 比这个还好好的股票 但是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 很多的一个事情是没没咤咤咤咤 你一定要了解 当你能够掌握的越加充分 你就能够怎么样 轻松愉快的来赚钱 比如说像矽晶圆的一个环球军 这波表现也很强 可不可以追 为什么来到的一个七百多块 来到的一个七四七 今天早上真的是七四七 七三七七四七 这种股票我跟你说 虽然不错 真的很好 矽晶圆也是未来的一个长线的一个 的一个需求很旺 但是唯一的就是什么 环球军最近不是跟某些的一个客户签长级合约 那签长级合约会造成一个什么 造成他的一个获利被什么 想象空间无形之中就被压缩 所以为什么今天反而 市场传出他跟签长级合约 保障他的获利对 但是今天的股票反而怎么样 反而是开高走地下来 为什么就是这个原因 当然我不是说 他的一个股价会怎么一路的中中下去 就是不是这样 但是我想很多的一个事情 你都要非常的一个了解 我们今天在股票市场上厮杀 你要知道我今天我的一个股票 今天几拉上来我可不可以买 比如说PA功率封拉器的一个文帽 他也是在车店里面 掌握到的一个关达的一个元件 非常重要的一家厂商 但是今天已经大涨来到 吉拉上来来到459 往往看到这样 看地板从吉拉上来 他不是在低档 他已经大涨一段 大涨一段高档吉拉上来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要怎么做 当然他是一档好股票 非常好的股票 那像这种股票 要买也都一定要等拉回整理再说 你可以看到加吉拉上来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如果说 你骂然去做最高的话 结果你看今天压下来压到平盘 一天 一天 从459压到的一个收盘的一个位置 一天压回就达到多少 达到三十几块 这几天就三十几万了 所以真的啦 真的是 有时候我们在股票操作上 真的是不能够开玩笑 那么到底现阶段 有哪些的一个股票 是值得大家来做一个留意的 那我们在这段的一个时间 我们又是怎么带会员朋友来操作的 你可以看到大师兄 都是有一分正确就说一文话 我们都是实战的一个操作 一切都有信息为证 这就是大师兄实在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大师兄能够受到 这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的一个信赖跟支持 都有他的一个原因 我不会像其他的一个专家那样 事后诸葛 今天看到哪一档股票掌停板 带你去追涨停 然后再吹捧说 你看我们今天这档股票掌停板 没有用 因为你今天你去追涨停 明天除非还会再涨 要是你今天去追涨停 明天踢到铁板 下杀下来你怎么办 你可以看到过去有很多的情况 比如说你今天 你去看到涨停你去追涨停 对啦 有时候你运气比较好一点 明天可以赚当然是更好 但是万一踢到铁板 万一这样的一个 一路下杀下来你怎么办 真的很多 比比皆是 所以我常说 人家在高标市场 一定要先把整个的一个产业的卖动 那到底今年的一个产业多头的主族 到底在哪边 我想这些你都要了落之上 那今年产业的一个多头在哪边 其实已经很清楚了 5G嘛 因为去年因为什么疫情的关系 所以很多的东西都递延了嘛 所以今年的一个5G 开始正要起飞 所以5G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这样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题材 包括的一个车电 电动车 自驾系统 那这些都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 所以你会发现从AI 5G 车电 自驾系统 甚至载到的一个这样资料中心 那这些都是未来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产业趋势向上的一个多方的一个主轴 那从这些的一个隐身下来 你就很清楚到底哪些的一个产业 目前是处在多方的一个趋势之上 比如说在所有的一个AI 5G 电动车的一个方面 所要用到的一个晶片 就是 所以 一定是找台积电嘛 高阶晶片一定都是 都是要靠台积电的一个先进制程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一波为什么我会带会员朋友锁定台积电 就算今天台积电今天开低震荡拉回 我可以告诉你我还是看好 我没有改变嘛 我没有改变我的立场 我不会说哇今天涨 我看好今天跌 我就看坏 这不是我的风格 我们的一个操作 一定有我们的一个理由 跟我们一定的一个依逊 只要它的一个多方架构没有改变 我顺势操作就是多 所以你会发现啊 我们是怎么样一步一脚印 带会员朋友来操作的 那你可以看到像台积电 一张价差都已经达到195块 快五成了 快五成了 那么再来包括的一个创意 也是台积电旗下 不论是AI 5G 电动自行车 电动车这些 你要的一个晶片的整合 就是需要靠到什么 ASIC特殊应用晶片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整合的一个设计 那你可以看到哦 为什么当时我会买这档股票 335 我想我信息都写得很清楚 那甚至昨天407.5 我直接叫新军会员朋友 再试驾买进 就会员朋友 再加码买回来 因为我们之前大涨上来 我们高档我们开心 获利出一半 我们再做一趟一个价差 但是这不管 那最重要是为什么我会买 原因很简单嘛 去年前三季 表现不理想 这大家都知道 但是重点是 前三季表现不理想 第四季表现怎么样 今年的一个表现会怎么样 去年第三季最坏情况已经过 所以你可以看到 第四季开始随着一个 专案的一个设计 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开始任务的一个路障 所以第四季 带动第四季的一个营收 跟获利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攀升上来 甚至12月份的营收 创了历年的一个新高 而且今年进入他的一个这样 因为IC ASIC设计 因为他们的一个16纳米 7纳米 他们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专案设计 通常我设计好 我到我的一个量产 然后收割我都要 要一定的时程都要花 比如说一年两年 或三年的一个时间 这个就好像我们在盖工地一样 盖工地总是 一定要盖到一定的一个程度 你才开始能够连累收益 所以今年刚好是他开始要大爆发的一个机会 那大师兄也看到了 看到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我在12月30号 我带会员朋友买 然后昨天 昨天这是昨天的一个讯息 昨天的讯息你自己看 昨天的讯息 所以各位今天投资朋友 你今天如果说你想要掌握 5G电动车 掌握ASIC设计 掌握社评元件 甚至相关车用代念股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要找谁 我相信大家眼心血亮的嘛 你就要快来找大师兄 不然我差一天真的差很多 你来看看 我长辈 我买到他 你看哦 时间都跟你对得清清楚楚 昨天掌停办 昨天掌停办 那今天呢 今天怎么做 今天开高上来 我就先在盘前 盘前我就跟我会员朋友说 我今天开高上涨上来 就可以什么 先获利出一半 来做价差 所以你看 今天开个平 第一 然后拉上来 当然我们就可以顺势出一半 出一半你看 果然拉回来 拉回来 那尾盘最低是421 好棒 好棒 那尾盘拉回来 我可以告诉你 我持续看好哦 我持续看好哦 买点在什么地方 你不知道 大家知道 那想要找我 快来找我 那我也会在 特别是盘中 因为盘中是股票在作战 这个是非常的一个重要 股票在撕杀 所以特别是在盘中的时候 我都会 无事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如果说你想要掌握 像创意这类的一个股票 特别是 有些的一个资金 比较大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可以看到大西雄 我都喜欢去带会朋友 去操作这类迷门正派 有叫有量的好股票 你不知道要怎么做 没关系 第一个你来找我 第二个 赶快加入我们 标股新年地的一个 特别的 因为为什么叫做特别的 一定要加入 因为LINE 盘后的节目分享 特别的盘中是什么样 我们今天在作战 盘中是非常的一个重要 所以你要掌握盘中 第一时间的讯息 就赶快加入特别的 那么再来包括的一个 海角七号 这是加金 那加金你可以看到 我1月12号我买 这个讯息写得很清楚 1月12号买 1月12号我买了一套 买进之后 然后昨天 不要涨停 你可以看到 我不许 我做股票跟别人不一样 有的 有的老师喜欢带你去追涨停 但是 不要 除非是说这张股票 它在低档 真的我今天不买不行 不然 说真的 我很少说 我会带会员朋友 哇去追涨停 我很喜欢买什么 买在平板或平板线 我非常喜欢 因为什么 我今天我买在平板 拉到涨停 我这样一赚就是赚多少 就是赚10% 我买涨停 今天涨停板 还是没有赚 你买涨停 如果跌下来 跌到平板 你就是赔10% 所以你好好去想想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你可以看到今天 开高大涨上来 我在盘中其实 我也告诉大家 爱赚多少看你自己了 那这档股票 我们也恭喜我们会员 我们顺势做一趟的一个了结 那这是我们操盘团队的一个 会员的一个持股 那不多啦 两天的一个 三天的价差超过13% 那么包括印刷电路板的一个 金箱店也是一样 为什么我昨天会买进 原因很简单 第一个技术面嘛 股价经过修正筹码经过沉淀 低档量增作价启动 所以技术面告诉我们什么 他不认技术面从马面 告诉我们说短线他要作价 反弹 那么第二个就是 他的一个最坏的一个时期 已经过去了 而且随着伺服器的一个 大客户的一个新平台 开始怎么样重启拉货 那必然会带动他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营收跟货率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攀升 所以你会发现我在做股票 都有一定的一个逻辑 我昨天买先买先赚 今天开高大涨上来同样的 同样的 今天差一点涨厌半 我在Telego 我第一时间也告诉过大家 爱赚多少看你自己 都有选须为证 我相信会员跟所有的一个粉丝好朋友 都可以帮我做签证 再来海角7号的一个阿嘎 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我还没有卖 我还没有卖 我卖掉我就告诉大家 我还没有卖我就告诉大家 我还没有卖 也是我们在去年带着会员朋友 大赚一档的一个股票 超过31%的一个价差 而这一次35块是我买回来 买回来 你看今天再拼新高 为什么我这次会买回来 我在节目上 我都事先讲在前面 我告诉你我看好他 我看好他 为什么看好他 原因就在于未来5G最重要的是什么 的一个高频的天线 那高频天线的软板 拥有这项的一个技术是谁 能够掌握这项的一个技术的 具有技术的优势是谁 就是阿嘎这档股票 那如果说预期今年他 可望成为苹果的一个全产线的 的一个供应链 那今年的美股将可望 破例大爆发 那你想嘛 今年预估赚1块钱 今年如果预估有机会赚到5块钱以上 那现在高频 还在4日头 是不是10月份 所以像这种股票 我会帮他升上争议 但是我不是叫你去最高 什么时候该出手 什么时候该做价差 什么时候该获利了结 都在大师傅掌握之中 你也不知道怎么做你也要找我 那除了加联益之外 我们今天我们大会没有买一档股票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我们老朋友又回来了 也是宏家军集团的一档的股票 华瀚 那这档一个股票 你可以看到我们过去 我们在去年的代表作 去年我买在什么地方 3月20号135 讯息写得很清楚 这是去年 去年 去年在低档135 直接带会员朋友买 一路带会员朋友加码上来 去年一路赚到327 帮会员朋友缔造 达到超过1.42倍的价差 我相信你只要是我会员朋友 都可以帮我做结果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档股票 我们怎么操作 你今天想要掌握宏家军 你想要掌握工业电脑 他的一个story 我相信我在这个地方 我写得很清楚嘛 包括远距包括视讯 那这些医疗 那并且他又有什么雷射的一个 投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系统 甚至他的一个这样工业电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头 他未来不论是在智慧的一个城市 智慧的一个医疗 甚至智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汽车 那未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能够掌握这些的一个这样 这些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领先就是谁 华瀚 华瀚 所以有些人说领导厂商到底是工业电脑的一个智慧城市 到底是研华还是华瀚 我可以告诉大家两档股票都不错 但是我喜欢华瀚的原因在哪边 华瀚去年帮我们的一个家族成员 创造高达超过1.4倍的一个价差 但是这一次你可以看到 好漂亮又回来 我老朋友又回来 那尤其这一次啊 他又有集团的一个奥远集团要打入的一个这样 要跨入的一个车电的一个领域 所以你可以看到已经有外市先率先调高他的目标价 而且才刚开始而已 低档啊低档才刚开始而已 中华好难额 你可以看到真的是中华好难额 你看老朋友回来了 现买现赚掌平板 这是今天的一个讯息 这是今天的一个讯息 你会发现哦 我买的股票一定都是 明门正派有效有辆好股票 让各位可以好进好出 买的安心抱的放心 而且能够赚得开开心心 就像相关宏家军的股票 宏海集团的一个广域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去年12月23号 为什么我会带超版团队去锁定这档股票 现在已经来到多少 已经来到36块了 原因就是转单消息集团加持 集团跨入的一个车电 车电那我问你车电的一个连接器要找谁 当然会找广域 那相关的一个工业电脑要找谁 当然会找华汉 同样的 车的一个车壳 要找会有谁来轻量化的一个车壳铝合金 一定会找谁 当然就是 红准 所以你会发现都有他的一个这样 他的一个逻辑的一个道理 那重点来了 如果说这一路以来 刚刚分享的这些股票 甚至在到今天华汉中华好人的一个掌铝板 你错过 或者是没有能够跟上脚步的投资朋友 不要说大师兄没给你机会 大师兄 又发现一档 被市场遗忘的车电大标股 这一档不仅掌握到车电 又掌握到整个这个5G的一个大商机 这档股票 我们今天我们开始锁定 今天安理把通不利的 明天即将即将喷出 今天是上涨 今天没有涨铝板很怕让 今天上涨 才刚刚要开始而已 那这又是哪一档的一个股票 你不必拆 你今天你只要做一个动作 赶快加入Telegram 那安德是盘后的一个节目分享 你想要掌握明天盘中第一时间 的一个讯息 表股新年底的Telegram 赶快做加入 你不知道要怎么加入 打电话进来问我们的助理 很重要啊 明天盘中第一时间大师兄 吴氏跟你做分享 差一天真正是要差钱多 我常说啊 四川株就会花光 是好股就会花亮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在这一波 很多人担心害怕 不敢买的时候 我们能够带着会员朋友 能够一档接着一档的一个 开心的一个大转上来 我相信我们的一个操作 大师兄操作 大家都有目共睹 如果今天的一个涨 今天的一个华瀚的一个亮灯的一个涨零板 甚至包括的一个 海角区阿阿嘎的一个大涨 以及广宇的一个喷出 那这些的一个股票 你没有跟上脚步的投资朋友 那这一档被市场遗忘的车店大标股 你务必要把握 怎么样来做把握 很简单 Telegram 赶快扫描一下 Telegram赶快扫描一下 明天盘中 大师兄 吴师 跟你做分享 如果说你不晓得怎么做加入的话 自动电话一定要赶快拨通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很棒 很棒 可能会比华瀚比 广宇还要飙 一档低价 最转积的一个爆发性的成长股 现在财双位数 说不定未来还有机会看到三位数 那你想要把握这档股票的投资朋友 很简单 第一个 Telegram赶快做加入 第二个 如果你不晓得怎么做加入 电话 这个电话赶快拨通 赶快打电话进来 跟我们的一个助理来询问 要不然明天盘中 第一时间大师兄 跟大家做分享的时候 你又错过了 就像今天的华案的一个掌停板 你又错过了 那真的会对象 不想做过 想要把握的投资朋友 来 这个电话赶快拨通 022321-9933 022322 QQ33 让你耽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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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以往这七效不保险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券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